圣布里吉德节是天主教教会中一个重要的宗教节庆 纪念爱尔兰女圣布里吉德 Stity Bridget 她是一位传教士、修女和爱尔兰基督教的主宝圣人 圣布里吉德的生平 生平概述 圣布里吉德生于五世纪初 她的一生传说充满了奇汉对贫穷人的人爱 她在基督教传播和社会服务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修女生涯,布里吉德创立了基督教修道院 并成为修女的引领者 她的修院致力于祈祷、教育和慈善事业 圣布里吉德节的起源 宗教意义 圣布里吉德节是纪念这位圣人的日子 凸显她在基督教传统中的地位 当地传统 节庆的庆祝方式受到爱尔兰当地传统的影响 包括宗教仪式和民间庆典 圣布里吉德节的庆祝活动 教会仪式 天主教教会举办弥撒和祈祷仪式 以庆祝圣布里吉德的生日 火之节庆 圣布里吉德与火有关 因此庆祝活动中常见的元素之一是点燃圣火 象征着光明和祝福 圣布里吉德的神话与传说 十字编织 有一个传说说明圣布里吉德 用十字编织的方式制作了一个头巾 这成为了一个象征她对信仰的奉献和爱心 牛奶与牧羊 其他传说中 圣布里吉德与牛奶和牧羊有关 这些元素都成为她的圣灰 圣布里吉德节在现代的意义 女性的象征 圣布里吉德作为女性的圣人 被视为女性权益和信仰奉献的象征 爱尔兰文化 圣布里吉德节也成为爱尔兰文化的一部分 反映了这个国家的信仰和价值观 圣布里吉德的影响 宗教影响 圣布里吉德的生平和教导 对天主教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在爱尔兰地区 文化影响 她的传说和故事 成为爱尔兰文学和艺术的灵感来源 广泛影响着爱尔兰的文化 圣布里吉德节是一个既有宗教意义 又具有文化深度的节庆 庆祝这位爱尔兰女生的奉献 和对信仰的贡献 通过各种庆祝活动 人们纪念她的精神 强调信仰和仁爱的价值 bestimmt连续 决念鞋